大家晚安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喝一杯咖啡聊聊天的時間 那今天我們要聊的主題是關於星巴克 這個主題其實學長蠻少談的 因為我們大家好像會覺得 星巴克跟精明咖啡的距離蠻遙遠的 所以我平常比較少提到星巴克的一些方方面面 然後其實這也蠻好玩的原因在於是說 因為其實我們一直在強調說我們是第三波 或是說什麼精品咖啡這些字眼嘛 對不對 那會覺得好像我們刻意要和星巴克要拉出一個分野 但其實學長對於星巴克的觀念上面一直都處在一個中立 然後一直在觀察他們的動向這樣的一個狀態 當然啦 我個人其實並不喜歡和星巴克啦 畢竟他的有些風味啊 對我來說確實還是大眾了一點 然後有趣性少了一些 但是無可厚非的我們還是會很佩服星巴克在這個 咖啡市場上面的一些貢獻 就像我還記得我小時候 那個時候剛學咖啡的時候星巴克剛進台灣 在天母吧 我記得第一家店好像是在天母 然後這個時候呢 星巴克就有非常大的一個網路聲量 或是說他有一個很大的引領潮流的一種能力 對 然後那個時候可能大家還會以去星巴克打卡為一個很棒的一個事情 一個值得炫耀的一個事情 我還記得那個時代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現在應該我感覺好像大家不太去星巴克打卡了 對因為可能真的比較多年輕人開始慢慢會覺得星巴克不像以前那麼的潮 或是去星巴克的這種體驗本身 好像已經蠻正常的嘛 不太需要特別去打一個卡 才去表現說哇我們自己很棒這樣 好像已經脫離了那個時代了 那現在可能更多的是 我們會在我們自己喜歡像上一篇說的一些獨立小店裡面 去打卡可能會顯得我們的品味 或是我們會讓別人比較羨慕 我覺得這個現象的發聲也蠻棒的 其實這個可能對於台灣人來說是一個 我們自己的品味的一種提升吧 對 也是我們咖啡文化的一種提升 對 我們就慢慢的從大中品牌 然後開始更喜歡一些比較小眾的品牌 這個現象其實在世界各地來說 都不是一個很常見的事情 因為其實還是有非常多的國家 他們會認為那些大中品牌的東西的品質比較好啊 或者是說他們是質感的保證 還是會去追捧所謂的大型財團 或是這種比較成功的企業 對於小型的咖啡店 可能他們是沒有這麼多信任感的 那台灣現在可能已經有點不一樣了 我們開始追求的是一些小型的 一些咖啡店 當然星巴克 我們常常會有時候在上課 然後跟大家開玩笑的時候 還是會以星巴克當我們的假想敵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敵人他很強大 而且和我們做的事情相當的不一樣 因為畢竟 星巴克他的這個企業體這麼的大 對不對 那這麼厲害 這麼大的採購量 然後這麼多的員工 這麼多的門店 他的管理上面 勢必要不太一樣嘛 所以我覺得以前 當然我對星巴克也不是這麼了解 但是以前我們 那個星巴克剛進來的時候 我們還會覺得星巴克的員工 真的非常的帥 因為他們有 他們那時候他們使用的義式機 還是喇叭收口 那必須要用自己去填壓 然後自己去調整 給粉量啊 填壓的力道 然後他要自己打奶泡 那個時代的星巴克 我覺得 真的 說真的是很難跨越的 一個很厲害的一個企業 那後來星巴克 隨著他們的門店越來越多 現在他們機器幾乎是 不太需要員工填壓 他只要按按鈕 他就會把粉餅填壓好以後 然後自己出一杯 那員工主要做的可能是打奶泡而已 對 當然 所以這個東西可能讓星巴克的 作業流程變得更厲害啦 然後員工的需要 受到的員工訓練變少啦 SOP甚至變得更好 只是說 以我們這種 這種我們這種比較刁鑽的人 可以說是我們這種比較刁鑽的人 我會覺得星巴克的 自從換了 幾乎換是全自動機 還是半自動機 幾乎換了這種機器以後 星巴克就 沒那麼浪漫了 對 他浪漫程度又稍微往下降了一點點 對 我就覺得說 有一點不好玩了 對 那當然你說星巴克的各個 各國的星巴克 或是說他們的很多很厲害的產業 還是 非常厲害的 譬如他們的很大型的光光工廠 或他們的產品設計本身 我覺得 然後還有他們最近有一些新的門店 他們有一些 比較實驗性質的一些 咖啡 譬如說 冷萃啊 或是說他們也有 甚至有手沖 其實都有 但是 這些仍然只是星巴克 的 各個 超級多門店裡面的 非常少的部分 那絕大部分的 可以服務到我們大家的門店 可能還是 用 算是 手壓的機器 按按鈕的機器 就可以把一杯咖啡送出來 所以 他的 有趣程度 就可能跟以前比較起來 就會變得 沒那麼有趣 那 其實台灣消費者 我覺得 也是 很 慢慢 越來越理性 然後 會想要去 尋求自己想要的東西 所以 當 我們會發覺 這樣的一個企業 他的 他只有少部分的門店 越來越有 還是有 站在潮流的 最前端 但是很多 就只是在做一個基本服務的時候 我不知道現在 大家對星巴克的觀感是如何 但是我會覺得 我們 似乎可以 更接受 是有更多有趣的 開心的店 他的有趣程度 比星巴克是 沒有輸的 甚至比他更好玩的 對 那我真的覺得 這是蠻厲害的一件事情 因為 畢竟一個這麼如此標竿的企業 那我們台灣有很多獨立小店 能夠跟他 有 PK的能力 真是蠻有趣的 OK 那 當然很多 星巴克的一些商品 可能他還是一種 可能過去吧 他還是一種 潮文化的象徵 譬如說以前的城市碑 或者是說 他一些周邊商品 點心之類的 我覺得還是一種潮文化的象徵 但是我覺得現在大家似乎 越來越覺得說 我還有更多有趣的東西可以追求 譬如說我覺得 前陣子 我賣的 那個Stalk的陶瓷 陶瓷圖層的 的隨行碑 我覺得他也 他也可能也不是什麼大品牌出身 但是他的能見度就還蠻高的 因為 他的功能上或外型上面 我們可以跳脫出 星巴克的隨行碑 而是去選擇一個有特殊功能 喝起咖啡來 不會卡味道的一個陶瓷圖層的 的隨行碑 或是Fellow的保溫碑 這些 新的品牌的 的問世 我覺得對於這些 既有的舊品牌 都形成一定的威脅 那這其實背後呢 也是一個很棒的 至少對學長來說 我很喜歡這種 大家對於品牌的 的思考慢慢的在轉換 然後當然 這種 支持星巴克人我相信還是很多 但是 我相信有更多更多人 他們以前 就也喜歡星巴克 但是隨著他們的 喝咖啡的品味 或是 觀察到的品牌 觀察到的事物越來越多 他們越來越相信 好像 我除了星巴克以外 我可以再追求一些其他的 更有趣的咖啡豆 更有趣的周邊 更有趣的品牌 這同時就代表著我們大家 的一些 新的不一樣的 生活品味的提升 我覺得是不錯的 其實我也不太會喜歡去 去攻擊星巴克 因為沒有什麼好攻擊的對不對 就是 他是個非常成功企業 我們這種小公司 他們來說只是九牛一毛 只是說 那只是說我 因為他太太厲害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 跟他有橫向比較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 我們其實還蠻 這一點上好像也沒出星巴克 譬如說 我們沖出了咖啡的品質 或是說我們對咖啡的了解程度 我們可能也不出星巴克的時候 這其實是值得 小小驕傲一下 對 真的覺得是蠻棒的 對 那 如果各位很喜歡星巴克 我覺得也不錯 因為他也是個成功企業 那 如果 那個 各位 有機會 可能平常就習慣喝星巴克的咖啡豆 但是如果有機會 喝喝看 除了星巴克之外的咖啡豆 說不定也不錯啊 對不對 因為 反正你喝那麼多年了嘛 你 你星巴克也就長這樣了 你不如 給我來一點新的 來喝喝看 尝尝尝一些新的小型的 中小型的企業 說不定對於你來說 也是蠻有新鮮的一件事情 OK 好 所以呢 但是 如果以 歷史的角度來說 就是 星巴克對於台灣的咖啡產業 絕對是有很大的 影響力的啦 就是 像我們 小時候 剛學咖啡的時候 也是覺得星巴克很棒啊 或者說確實有很多 目前從事咖啡相關產業的人 可能當初都是星巴克這個體系裡面出來的 這個是 無庸置疑的 對 所以呢 歷史的定位 我覺得 他對產業的 貢獻 這個星巴克是無庸置疑的 是很不錯的 對 但是 我們 還是覺得 如果 你有更多選擇的話 你可以考慮 除了星巴克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有趣的東西 你也可以喝喝看 而且 如果你 其實不是很懂咖啡 你只是覺得說 喝咖啡其實蠻帥的 你只是覺得喝咖啡 吵吵的 喝咖啡代表是一種生活品味 其實味覺無所謂 因為他確實 能夠讓你帶來這些 你說社會上的一些觀感上的 的滿足 我覺得都是 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只是說我想跟大家講的是 你現在不喝星巴克喝喝看一些獨立小店 或是一些新的台灣的咖啡品牌 其實你也不會比較不吵 而且你也不會 代表你的生活品味不足 甚至反而是他們 還可以跳脫出 一個品味問題 而且 跳脫出一個大眾的 觀點 而是走到一個 小眾 但是 反而更有 更有挑選的感覺的 這種 的 這種 個人品味的展現 所以我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我有時候我在一些咖啡活動裡面 看到某一些 消費者 他可能拿著的是某一家獨立咖啡店的 的帆布袋 或是說 某一些獨立咖啡店 他們自己出的保溫杯或水行杯 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覺得 還蠻開心的 因為這也代表的是我們的產業 他 出現了一些 支持者 他這些支持者不再去追捧大品牌 而是說願意讓 一些小品牌能夠發光發熱 那這其實是台灣很需要的實力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台灣可能有很多的這樣實力 但是 如果我們 只愛大品牌 不愛小品牌 不愛我們台灣自己的品牌的話 那這些 我們自己台灣小孩 要創業的時候 就一定會困難重重嘛 因為我們永遠打不贏那些 以成名的國際企業 所以 覺得蠻棒的 希望這些星巴克繼續活著好好的 但是如果 你可以的話 或是你願意接受更多新 新事物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 思考一下其他的有趣的品牌 不用一輩子都是星巴克 現在拿星巴克沒有比較厲害 不如 考慮一下別的品牌囉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閒談就說到這邊了 如果各位有什麼想要學長談的議題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學長都會發表一下自己的意見囉 OK 好 那就先這樣 謝謝大家 掰掰